原住民保留地进法补偿申请作业2月中旬开始受理 修理乡公所每天都会受理农民们前来登记作业 而申请截止日是到4月28号 请农民要保卧时间 一年一度的原住民保留地计划补助申请作业 截止日到4月底 为了让这项政策能够修理办理 日前修理乡公所也前往派员到各村受理作业 修理乡公所能够即刻表示 如果农民们错过各村受理的时间 4月底以前在上班时间 农民们可以前往新闻乡公所前来申请办理 早期进法作业都是要前往三餐会刊 有的时候还要请人与县补同仁和公所参与人实地了解 由于这项流程已经简化了 让申请者们则是相当的便明 今年来的进法补助 对我们原住民来讲 非常有大的帮助 那怎么讲呢 我们以前申请进法补助的时候 还要找工人去山上 还要先上去勘察 那这一年来讲 简化了很多的程序 非常简化 我也要感谢我们乡公所 还有我们县政府 能够在这个进法补助的受理当中 办理当中都非常的简化 让我们更方便 那进法补助也对我们原住民来讲 是布小补 非常也是对我们生活来讲 有点帮助 进法补助执行第六年的 主要是以三个三地乡 秋林乡 万龙乡和主席乡的乡亲 再三三由原住民保留地来申请的 原则2019年的政策 适用范围都拿入都市计划区 国家公园 水源特定区 以及受到限制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全国预估将增加到5000人受惠 由于过去许多被化为 林业用地的原保地 被限制开发 不少人觉得损失 再加上政府管理的优因不大 以至于还是有不少人开垦利用 触法的状况也是实有所闻 国际政府提高进法补偿 以及扩大范围的办理 来拥有农民们 主人们配合照理的意愿 也相当提高 原住民保留地进法补偿计划 除了守护国土 也提供在地部落主人们的机会机会 是建议部落传统智慧 以及生态保育的永续经营链 终子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